这样做的土豆饼又香又酥脆 不用加面粉也不用加鸡蛋 做法非常的简单 先准备两个土豆去皮清洗干净 擦成洗丝 擦到最后不好擦 在土豆的上面擦一根筷子 这样就不容易伤了手 擦好的土豆丝放入食盐 五香粉 鸡精 然后用筷子搅拌均匀 因为土豆含有大量的淀粉 预热就会凝固 中间不用加入面粉 接下来再切写葱花备用 锅要稍热再放入土豆丝 再把土豆丝摊平摊成圆形 尽量摊得薄一些 摊好之后 围着周边淋入食用油 选用的锅最好是不沾锅 稍微有点定型的时候 拿起锅晃动一下 时收热均匀 煎着一面金黄 翻过来煎另一面 整个过程的火候 都要开中小火 两面都煎成这样金黄色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土豆饼 完全是春土豆的 又香又酥 特别的好吃 里面也没有加入太多的调料 在小饼的上面撒上葱花蒸香 再撒上自己喜欢的调料 喜欢吃土豆的朋友 强烈推荐这个土豆饼 又简单又好吃 感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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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